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 一方面就是主席你,大石砸死蟹,不讓議員提問,這個有違程序公義,當時又說會商議,法律顧問那封信,說應該是大家有商議的,但是沒有商議過,另一方面有議員未問完,你就截了他,不讓他問, 那變成呢,是令到我們整個議事本身的職能,是完全是打壓了,削弱了,但是主席,你又真是不理那麼多,是都要去,是都要繼續保皇,其實你保皇你就害了他,因爲你月保呢,今天過島都好,其實最後呢,就是政府吃回來而已,因爲民粉,是會繼續燒的,其實現在休會是一個最好的方法,就令到大家可以好好地, 去處理民粉,由大家看到整件事本身根本就是官商勾結,傾斜財團,如果政府本身在這個問題裏面,不回頭,將整個新界東北的發展,由頭再商議過的話呢,根本整件事呢,一路爆下去,那大家是不是很想這樣呢? 那麽所以呢,就是這個休會的動議呢,是其實是希望可以令到大家的時間上,是大家好好地解決,大家看到外面現在,那麼多人過來抗議,然後跟著整個立法會呢,是封到呢,就是可以說,一陣子也飛不了進來, 也都可以說,根本也都危害,剛才我都說了,危害著我們整個員工的安全,封到這樣,我從來沒見過, 剛才我以為我進來二字樓,我都認不得是這裡是二字樓,因爲我從沒見過,有個閘原來在那裡的,第一次我見識到個閘, 但是你集了多少呢?最后集集,那個民份就會燒,爲何不休會了它,讓大家可以好好地,真是好像陳茂波那樣說,真是要認清事實, 就不應該傾斜於財團了。 好好答案,原本,我補充一下,剛才有問到一位陳俊鋒發展局的首席助理比oires長,他是未能來到就由陳松青先生代替的, 法定人數不足